好 各位 這個是現在已經在加熱了對不對 然後 當然不會像我 因為我是為了拍照 為了錄影 現在是零 零大氣壓 等一下它會到一個段落之後 它會啟動它15分鐘 它到了 它到了它大氣壓設定的範圍 它才會啟動 它啟動15分鐘 這邊15分鐘 好 那平常它會蓋子 你不要去動到它 那有一些情況 之前我們做一個東西叫做 培養水中微生物的實驗的時候 它只要滅5分鐘 這邊的話 這邊就按下去 這邊可以按 變成05 有些東西很特殊 需要25分鐘 這邊就用25分鐘 以後再跟你講這個時間怎麼設的 好 然後呢 等一下你們回過來看 這邊用121度C 這個不要動它 這邊就是121度C 然後它上限是127 就不要動它了 好 來 然後這邊 這邊叫Sterolyze 上面這個單字叫做滅菌 下面叫Dry 你按下Dry之後呢 它自動把水排掉 然後開始加熱 把裡面的水蒸氣蒸掉 我們不需要 通常不會這樣子 通常我們會到另外一台去 等一下給大家示範喔 那在這邊狀況之下呢 這邊按ON 它就開始啟動了 開始啟動 那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它這邊沒有關機 然後我們剛好遇到實驗室停電又復電 當時是啟動狀態 各位猜猜發生什麼事 因為打開了對不對 然後機子打開 潛機子它是關機 它自動循環 要把這個關掉 不然的話 下次停電在跳電的時候 它覺得我重新開始了 重新開始的時候呢 就開始煮一次 結果那次把水煮逛逛 還好沒出事 它水煮到它低於它的要線的時候 它自動會保護 好 OK 等一下喔 再一次喔 你們過來看的時候 第一個 現在壓力是0 明明是1大7 還怎麼壓力是0 第二個 剛才課本寫的 剛才講的寫的 是不是105大7 事實上它會到110 101 對不起 不是1.05 而是1.1 1.2 左右 等一下你們看到 等一下照你們來看 到那個溫度之後呢 它這邊開始計算15分鐘 面具15分鐘是到達121度 才算15分鐘 不是 現在起算 現在開始啟動 不是喔 好 那到了15分鐘之後 它會嗶 所以等一下不要嚇到 好 大概在 大概在30分鐘 20到30分鐘 它會 它會逼醫生 不要嚇到 好 那我再告訴你怎麼丟 滅菌培養米 來 結束之後呢 它會慢慢降溫 對不起 我補充一段 我對不起教你 我從來沒做過再一次喔 但是你們考試要做 目前已經加熱到沸騰 你假設它已經沸騰對不對 沸騰時打開排氣法 將裡面的空氣排出 使其充滿純的水蒸氣 一段時間後關閉 考試一定會考 但是 對不起喔 我在讀碩班 我在美國讀碩班 按下去 人就可以去吃飯 OK喔 它沸騰了之後 因為雪裡上 它上面有空氣 有水蒸氣 無法達到121度C 它必須把水蒸氣擠壓 把空氣擠出去 擠出去之後呢 它才會那個 好 來 等一下 麻煩你後退一步 我順便錄影這台 因為這台我很喜歡 這台是陳竹人買的 它就可以看到上面有排氣法 跟排水法 有手動排水法跟排氣法 OK 好 來